大家好,我是Daydreamer,欢迎来到我的投资频道 这一期我们来讲一些股市相关的东西 就是阶段性的update一下 第一,那个封面上呢 我现在把我的微信二维码放在这 就是方便大家如果有什么想要问的 可以加我的微信 那这个是我的小红书的二维码 如果你们有人用小红书的话 可以扫这个二维码 好,我先讲一下这个大环境 就是今天出的新闻 就是两党通过了那个刺激 进一步的刺激方案 又在不停的直升机撒钱 然后那个美联储这一周出的那个政策 它是维持那个利率不变 其实根据我的推测 美联储应该两年内都不敢加息 因为它需要给够那个足够的摊window 让那个经济去复苏 所以不用太担心会有加息的风险或者什么的 那在这个刺激方案之下 就是说你们今天可以去看一下新闻的 关于具体的东西 就是今天早上的新闻都出来了 然后美联储它是会继续购买那个asset asset包括一些公司债券或者什么玩意的 然后但是美联储对之后 明年跟后年的经济预期 它是变得越来越好的 就是你看这个GDP 今年肯定是下降了 然后明年经济复苏以后 这GDP就会往上走 还有这个失业率 失业率肯定是会降得越来越低 就是整个的picture是这样的 就是人吧 我觉得做投资你不能太悲观 你要相信就是说世界末日不会来 就是政府和那些政客 还有整个的国家机构 他都是不想这个经济陷入衰退 或者是什么的 一定会出不断的出刺激方案 把这个经济拉回来 因为要不然就是大家都过得不好 对大家也没什么好处对吧 所以趁火打劫的 或者说那个底部 今年的那个经济危机的底部 都是非常尖的一个底部 很少人就是说 你一犹豫一下 那个列车就已经开远了 那那个我前几期讲到 我们家小孩的账户收益更新吧 那其实你可以看一下 我后来还是没有冷住嘛 就是我把它的那个2万的账户 还是套现了3000 将近3800的利润出来 然后剩下的我就放到没有动了 因为就是里面我买的 有些个股的话 它是波动比较大的 然后短期内我是看 它是会有回调的 所以我就lock了一些profit 但是我也没有就是说 让它空仓 肯定就是说 起码是三分之二的仓位在里面 那我觉得明年的股市的话 就算有什么回撤的话 绝对是没有再有 三月份那样的机会了 所以呢 建议大家也不要空仓 要就是比较积极向上的 看待这个市场 所以你看我的标题写的是什么 就是悲观者 它的逻辑分析 有可能是正确的 但是他们悲观的人 往往不赚钱 而乐观的人 往往是赚钱的 就是人是一个 很容易乐观的动物 他就是说 觉得那个picture 非常暗淡的时候 其实也是非常短的window 很快就是说 比如像这个疫情 疫情大家很快就会麻木 然后呢 还是想要出去玩 所有的那个 受这个疫情打击的行业 慢慢的都恢复过来 加上现在疫苗 也都推行的很快嘛 虽然我自己是不敢打的 但是我还是对这个经济 比较乐观就是了 所以呢 不要让你的钱躺在账户上睡觉 因为这个钱贬值是会很快 每天市场上都有无数的财户 被制造出来 如果你没有去分一杯羹的话 你的钱就在贬值 所以你会发现 现在不管投什么 好像都在涨 就是股市在涨 房子在涨 甚至连比特币 最近两周也是特别疯狂 那今年你看我所有的 我自己折腾的账户 折腾的最差的一个账户 就是它的收益都是21.9% 还是跑赢了大盘嘛 对不对 这个账户为什么会收益最差呢 就是这是我用来做交易 那个正股的 交易正股的一个day trade的账户 它目前就是到11月底的 Return是21.04 那其实这个月的Return也不错 但它要到每个月的月底 它才会显示这个Return 所以到这个月的月底 我估计它的收益 应该是会变到35%以上 那这个就是说是 你频繁的做对确的呢 未必比它躺在那儿不动 就是跑得更好 我可以举个例子 你记得我在我的视频的34期上 发过了一期视频 那一期视频其实很多人都看过 我就说大家不要浪费一场经济危机 让大家去开56.29 给小孩存那个学费 那其实有不少人都 就是说看到了我那个视频 然后在4月底进场 我那个账户就是4月17号开的 就是在我发完视频以后 我立马自己就开了账户 那这个账户里我买完以后 我其实啥操作也没做 而且买的就是最基本的大盘 它现在两个账户的收益 都是接近在42%左右 其实它很多个股都是翻了很多倍的 如果你只能买大盘的话 收益也差不多就是50% 或者差不多也就是这个样子吧 我感觉 所以如果你要想省心的赚钱 你就去买大盘 然后买完就不要动 这是最简单的方法 今年来讲 那这种账户比较无聊 就是里面只能买大盘 你也不能自己操作 你只能把钱放进去 然后就躺在那不动 那我比较喜欢的账户的增长曲线 这两个是我的529账户 那这个账户是我平时用来 day trade option的账户 我比较喜欢研究option 因为我觉得波动比较大 而且也就是说 当那个股票在波动的时候 你用option去套利的话 效率是最高的 所以就是说 因为最近一两个月的股市特别好 假设你在10月份建仓 12月到期的option 或者是短期的去做 半个月到期的option 它其实翻倍啊 或者是什么几倍的话 都很容易的 你看我这个账户 它从11月底到现在 这个曲线都走得非常好看 就是回撤也不大 然后基本上是往上的 那这一个月呢 我差不多就是赚了 赚了能有一个小账户 能有好几千 那这个账户里面呢 我其实是为了保持 那个day trade的灵活性 我大概有2500的是 fixed income的扔在里面 然后大概只有几千块钱 在里面跑那个option 那每天我的目标 基本上就是只要赚500块钱就行 有的时候能达到 有的时候不能达到 但是baseline就是不能亏钱 那这个账户是我在推广 那个first trade的 那个12月的开户promotion的时候 自己也开了一个 放2000块钱进去 是这个礼拜一开始交易的 那它大概一周给我赚了 差不多有700块钱 这个买的option就比较远 一般是三到六个月的 然后它也是 基本上是涨得很稳的 所以期权呢 是我的favorite的trading vehicle 它是比较费时间和费眼睛 你需要去盯着那个股票的波动 然后及时的买入卖出 就是可能前后差几分钟 它价格都会差别很大 这个是喜欢 就是说折腾的 或者自所养的人 你可以开一个小账户 像我这样 去看看你最后 你run这个compand 就是能够把这个账户 做做多高 当这个账户出现 大规模的回撤的时候 有可能就是说明 那个股市 它快要进行调整了 这是我的感觉 那它是一个投机行为 如果你买的就是说 比较短期 或者比较长期的话 它其实长期投资的股票 不应该是这样做的 长期投资股票 也是像大盘一样 你就是买完不动放在那里 那种一般是investor的做法 那其实像这两个账户呢 基本上就是trader的做法了 529这种也算是investor的做法 就是长期投资 那你看这个最近一两周 比特币就是突然涨幅特别快 就是我记得那个之前 跟你们讲过的GBTC 它从18块到23块跑了一波 然后这个礼拜呢 它又突然从21 就是隔了一两天 就暴涨到了30块钱附近 就是因为这个比特币 它在暴涨 这个比特币年内 就是最近从最近的一波 它在2017年高点夸杀之后呢 在底部就是盘了有两三年 然后最近才起来 但是你从它最低点 往现在看的话 差不多也翻了有5倍多 那这个比特币 我是肯定不敢去多买的 就是说你打算把它扔掉 归零的钱扔在那不管的话 就是看看有没有说 像这种新生的事物 它最有能不能survive 就是只能做这么一个测试吧 但是你看这个 支持数字币交易的这个公司 Coinbase 这周已经宣布就是要上市的话 你看这个比特币的这个走势 非常有意思 它就是像新电图还是什么一样的 特别尖锐的底部 那个顶部 每次都是这样 但当它每次新高的时候 它就必定会带来一波大涨的行情 据说现在一些机构 也开始配置这个东西 就是大概配个仓位的5%吧 所以如果你就是说 对这个东西是觉得 纯粹的就是一个浴金箱 或者根本没有任何value的 你就没有必要去趟这个浑水 但如果你觉得你的账户 里需要配置这么一点东西 万一它以后 涨到什么16万40万一个呢 对吧 那你也可以买一点放着 就像参与一下一样 那个钱就是说 如果以后之后它死亡了 这个比特币 或者说归零了 你也不会心疼的那种钱 放进去会比较好 如果你就是说 有一些仓位 你本来打算配置黄金的话 你可以分一点到这个比特币这边 就是对新生事物 或者说存在一种好奇心的话 我觉得也没什么不好 你看这个比特币这个之下 暴涨之下 它是从一个非常非常不起眼的一个东西 到现在就是吵得那么高 谁也不知道它背后有没有value 就是每个人看法都不一样吧 但是我就是比较focus看那些段子 就是看见有一个人说 他这个最早的时候 他卖了5050个比特币 就大概5块02卖的 还是502 这应该是5块02 如果他拿到现在的话 倒就是千万亿万富翁了 但是这个是谁知道呢 这也就是大概10年以前的事 还有另外一个老外 就是他买了1700个比特币 6分钱进去 最后就是说他三毛钱卖了 他可能觉得翻了5倍呢 也挺不错的了 那目前的话 他那个发这个帖子的时候 就是11年18块钱 那现在都已经24000一个了接近 所以这个人也是跟那个几千万的财富 擦肩而过 你说这个东西有没有value 只要人类的疯狂程度和信仰上去的话 什么东西几分钱都可以炒到几万几千 那他放大倍数就非常吓人 可是如果你去看他的那个percentage 你可能中间很多次 你就会直接把它扔了 觉得翻的倍数已经不错了 可是你从拉长这个timescale 这个倍数就会更加吓人 因为某些东西 他在低点的时候 你看他涨个两毛四 感觉倍数很多 但是他如果越往上涨 他其实是指数增长的 就是翻倍的那个倍数会越来越快 所以就是说对于比特币这个东西 你是把它当成说投机行为 还是说要在你的资产配置里稍微配置一点 这个个人就是能者见能智者见智了 不相信的人就没有必要去买 相信的人或者觉得这是有可能会给你带来财富的东西 我觉得就是说小赌移情 你买一点也没什么关系 当然如果你去动仓 动仓去玩的话 那可能有可能 比如说那个借钱玩的人 可能最后玩到要跳河自杀的那种 那也没必要 就投资的一个基本的准则 就是说你投资的钱 一定不能拿你近期需要的钱去弄 而是拿你的闲钱 这个钱起码是三到五年内 你用不着的钱扔在那 因为你扔进去以后 它不能Galanty 它立马能涨 也许就是说 它你要被套个三五年 才能守得云开见月明 那这个Coinbase 它是快要IPO了 我觉得我有一个客户 他的眼光就特别准 就是说 他每去的一个独角色公司 最后都是去了不久以后就上市了 从那个Square 到那个LBNB 再到Coinbase 每次我听到他换了工作以后 然后不久以后 这公司就上市了 觉得他抓那个独角兽的 那个眼光特别的准 那其实就是说 这个股市里面 就像我说的股市跟房子 它都是非常有故事的投资载体 为什么 就是那么多人喜欢做投资 就是因为投资里面有很多热趣 它不只是一个赚钱 或积累财富的过程 就是里面有很多 可以让你改变 对这个钱的认知 就是它不只是一个number 就是你可以去验证 你对这个市场的看法 然后看自己是不是正确 检验自己有没有这个vision 那你看今年 我看有些那个 那个新股民 他在那个今年崩盘前 进场的那些人 挺搞笑的 我就觉得每天 我跟那些朋友聊天吧 都是有很多段子在里面 其实我最享受的 就是说 不是说从这个投资里赚钱 当然那个也是很大的一个热趣 更大的热趣就是你去看这个 你算不到的一些事情 然后市场怎么波动 那就是里面会有很多类似段子的东西 你看我这个朋友 他说 他问我的时候是三月份 他说那三月份已经股市开始跌了嘛 他说他手里有一些 特斯拉的高点路的股票 那时候其实不算高 你看现在特斯拉涨到多少了 这个昨天收盘 前天收盘都已经快700块钱一股了吧 那换成之前的 就是差不多3500块钱一股 他问我的时候 肯定没有这么高的 就是说 还是很低的价位 他都觉得高 他说要不要换成一部分BA 我那时候就跟他说不要 因为我觉得BA肯定是涨不过特斯拉的 因为就是目前的这个 市场对他们的定价来讲 然后他就说 他就是刚刚想进股市 然后就遇到股灾了 然后他说我路市前岁月静好 那个市场都涨得很好 路市之后风起云涌 每次买路 绝对是马上跟一个爆炸行销 就是感觉跟钱有仇似的 然后他这个governor搞笑 然后我就我也回的 就是说也挺搞笑的 我说你不用feel guilty 这个疫情肯定不是你导致的 股灾也不是 这个就是你市场里 每天都充斥着 很多的那个不确定性 这都是很正常的事 你一进去被埋 这不很正常的吗 你被套了 或者是什么什么亏钱了 这都是投资 本来就是有很多这种风险的 你看现在的 从三月份那么消极的市场 现在变成了一个大水牛市 而且我觉得这个牛 这个水牛 它是眼睛瞎了一样 就是感觉你现在去看 感觉每个股票都要涨 要翻倍的样子 而且其实也是很多股票 翻了很多倍 就这么半年的时间 所以你要不要跟着风 你一方面你又怕不进去 就是说踏空 踏空其实也很难受 我觉得 然后你要是进去的话 你会不会觉得 它随时有可能会下来 就是 所以你要是炒股的话 很多人的心态 就是跟做贼一样 就是赚了点钱 就想着要不要走 然后生怕被抓 被抓就是 那股市一回调 就把你给套了 你就是被套的 那个做贼的那个了 你要不要跟着风 我那天看到一个段子 觉得挺有意思的 这个 这个形容的话特别好 他说投资其实蛮难的 风的时候 你要一起跟着风 但是你又不能 磕了药一样的真正的风 真正风你还是 真正的风 它是就是胆子特别大 然后不顾一些风险的扑进去 那其实真正就是说 你没有 没有是假风的了 你还是得保持 警惕性 就是说市场变了 或者是怎么样的 风险特别来的时候 你还得溜的特快 然后你有时候 溜完了之后呢 你发现他又回去了 就这么回事 所以你得跟着 这个市场装风 但是你的心理 就是一定要跟民进一样 我觉得这个形容的 特别恰当 现在就是现在的 那个投资人的心态 但是我觉得吧 整个大市 如果你把那个 Timescale拉长 他这个美股还是 牛市比熊市多 而且熊市都特别短 所以如果有什么 机会来的时候 就是要抓住 当然因为你有很多的 就是说人性的导致的恐惧 也不一定能 那么果断的抓住 那你看有很多人 就是说在等第二腿 他为什么会错过 那个4到6月份 4到8月份 那一股行情 就是因为大家都觉得 一般的那个股市崩盘 都应该有第二腿 然后有很多人 就是说加入了 那个踏空人士 其实有很多人 从3月份到现在 他都是all cash 就是在等着 那个什么触底 结果就他根本就是 微型反弹 永远都不回头的那种 就目前看来是 那就空仓抱着 一大堆cash等的那种人 他现在他可能会 质疑这个第二腿的传说 就是因为现在 大盘根本就没有 就是说要给你一个机会上车 其实你要不就是 一咬牙上车 然后担心之后 之后他往下跌 要不就是说 你就是就一直一直 拿着拿着cash 等着他见顶 但是这个顶在哪 然后会不会回调 其实没有人知道 那我来讲一下 就是我们那个 一起炒股的朋友 就是我们 这是我们经历的一些事情 或者说别人经历的 或者是我们自己 也经历的一些事情 就是炒股这个事 他不管你赚没赚钱 炒股这个词吧 我觉得炒 炒这个词 他其实就把 已经把你定义为一个trader 而不是一个investor 如果investor 不是用这个炒这个词 就是可能你只是买入 就是持有的那种 这个trader这个事 不管你赚没赚到钱 赚没赚到大钱 但是呢 你肯定是赚了一箩筐的乐子 那一般的就是股民 都希望最爽的 就是这个股票 明天要爆发 要暴涨翻倍 或者是30% 我就在那前几天买进去了 然后哇 一天醒来 它涨那么多 这种是很爽的 最不爽的就是 就是以下的有各种 这个叫什么满清股民 一些就是我们总结的 那个一些段子 它就是什么情况 将会让你不爽呢 第一个是你被套了 然后等了半天 解不了套 这个就是你买错了股票 特别是那个垃圾股 我就发现那个垃圾股 跟那个真正的价值股 你拉长那个timescale 看还是有很大的差别 虽然短期的波动 你可能看不出来区别 还有就是像空仓的 想上车 等半天不给机会 也不跌 然后它越涨 你就越不敢上 所以一旦上去了的话 其实最好就别下来了 因为你下来 你根本就不知道什么时候再上去 然后有的时候呢 它正好要在回调之前 你跑上去了 然后你好不容易鼓足勇气冲进去 然后就发现 这个市场好像被你自己压垮了一样 立马就往下跌 还有就是你的账户里 你去看你的账户 有可能你买的少的 涨了很多 然后你买的多的 有可能沉下去 或者不涨 其实这个是一个错觉 我觉得你买的少 所以你拿得住 最后你会发现 它的百分比涨的比较多 或者说有可能 也是你运气的因素吧 那重仓的有可能就是 你的那个心态 就是就没有那么 那么稳 然后你因为你买的比较多 所以有一点风吹草动 或者什么的 或者说你买错股票 你就会不停的加仓 加仓的话 就加的越来越重 最后可能是因为 那个你进去的 选的那股票根本不对 所以它最后就可能沉下去了 还有就是有的时候 你会在那个群里面 看见有人说 哇今天什么什么什么又涨了 然后一看自己的账户 居然没涨 好像涨的都别人的股票 然后跌的都自己的股票 还有就是有的时候 你说要那个持有吧 或者是一个目标价 然后没有所力 结果呢 这个股票封完了以后呢 它又回去了 或者其实像有些价值股吧 它那个短期的波动 也可能很大 就是上下50%什么的 那都很常见的 就是为什么那个股票 它的波动性那么大 就是导致它的风险很大 有可能就是说 它的确长线 它是会新高再新高 但是很多人就被甩下车 就是因为因为这个波动 那那个第七点吧 我自己是经历了很多事 其实每天都是在 被最近 尤其最近 在那个卖飞中度过 就是你所力了 觉得自己跑得很帅 卖完了它往回跌嘛 你卖完或者是暴跌 或者阴跌 你都觉得自己 跑得很帅 然后呢 过一阵没看呢 你发现股票居然又翻倍了 尤其在市场好的时候 这种情况经常发生 然后你买那个 下单的时候 有事 经常你去用 Limit Order下单 那比如像Option的话 那更是要用 Limit Order下单了 你可能经常发现 自己设的价格 追不上那个涨的幅度 然后你一直改 一直改 改了好不容易买上了 买上了的信号 可能是之前 之前就在这 是转折点就下去了 这可能也会让你很郁闷 然后还有就是 我请你的人吧 就是我经常会 给一些pick啊 它有可能 比如说我的准确率 还算比较高 大概能有80%以上 那这20%呢 你有可能选择性的 你选的那个 刚好就暴跌 或者是我看走眼的那个 这个也是有可能的 所以为什么炒股的时候 总是你摆脱不了 这个市场的不确定性 和那个运气的因素 然后有的股票呢 你对它有信仰 但是你可能爱错了股票 导致你不停的average down 最后变成了最大仓位 亏了最多的 然后要割肉的时候 肯定也会非常心疼的 还有就11点 就我刚说 那个从那个3月份到现在 一直就说不敢进场 或者是在等第二腿的那个 也是非常 恰百年这种行情 会让这批人非常痛苦 还有就是我们群里面的一个人 他讲的是 他因为他信仰 他想做investor 所以呢 他为了不交这个short turn game short turn game 他就一直 一直想把这股票拿到一年以后 在卖 这样你就交那个long turn game 不就可以少个百分之二十吗 那有的股票你拿着拿着 从开始赚钱 拿到最后暴跌了以后 一年以后 他可能根本就没有game了 那你其实你这short turn跟long turn的game 最后就是没有什么大区别 反正都没有game了 这个情况也是会发生的 不过我几乎就是说 最近这一年吧 好像我就是没有那个股票 拿了超过一年 就是在我那个刚刚折腾的那个短线账户里面 我从或者529从4月份进去到现在也没有到一年 然后像那个day trade的那个我都交易的比较频繁 其实我从来都不会在乎这个short turn跟long turn的区别 其实就想着你就交税 就就是交多交少的话 你能能有game就不错了 最后搞成loss 那其实是不合算的 除非你相信这股票最后一定能回去 像tesla那样 你从800跌到300 你也能咬着牙抱住你的信仰 然后最后他新高再新高 终于熬出头那种 有的时候是一个股票 你一直想买他 然后老想等他跌一点跌一点 结果他就越跑越远 他根本就不回到你的预期价位了 这种情况也是有可能的 然后还有可能他突然隔夜暴涨 你就是没有在车上的话 你就搭不上这一层 这种都是像收购的这种消息 都是非常难以预测 也很不容易逮得到的 还有换股 你把那个涨的股票 你觉得你应该去lock profit 去买那个跌的 结果卖掉的继续涨 然后买回来的继续跌 还有我以前有个朋友 他买一个那个中概股 就是他拿了很久 就是大概几年 因为他知道这个股票最后会上去 就是那个 A股 那个A股的中概股 不是A股了 中概股 中概股的庄 他是非常心和手辣的 他要是把你洗盘的话 能够来回折腾你 然后等到你耐心磨完了 他终于忍不住 就是卖了之后呢 过了几天就开始爆拉特了 感觉就是像有人说的一样 人家庄家就盯着你手里那点股票 还有一次就是他把一个期权 忘了是Tesla还是Google的期权 就是那种末日吧 末日期权 涨了几十倍几百倍 他都没有卖 他觉得可能还能再涨 最后就是因为 就是第二天股价突然回调 这个整个的期权都变成零了 还有玩药股的 像我是一般不玩药股 因为我根本也不懂药股 所以我也不碰这个东西 这个药股的波动性也是特别大 就是尤其这次疫情里面 刚开始疫情来的时候 那些疫苗股翻了很多倍 但是像这种药股的汤 我一般都是喝不着的 然后也无负消瘦 但是就是喜欢炒药股的人 他可能选错了药股的话 拿了几年他也没啥起色 然后有的药股一天 或者是一段时间就能跟你分个 飞个20倍吧 这种情况也挺经常有的 那常见的一个 我其实开玩笑经常说的一个 就是你们买股票的时候 其实都是因为看好这个股票 想着这个股票 它是能赚钱的 结果可能判断错误 或者买完你就被套了 最后就是你的心态 就慢慢的从这个希望赚钱 转化成希望早点解套回本 然后所以经常就是说 那股票涨回来的时候 然后正要去新高 那一回来你回本你就卖掉了 然后其实后面的它是涨幅 你可能也没有参与 那前面那个等着解套的那个煎熬 感觉都是白熬的那种 其实很多 很多时候这种各种被虐的 股市里各种被虐的 我觉得是因为就是说 你是抱着trader的心态 去做这个股票的 而不是说investor的心态 那短线思维的话 那个波动 它本来就是不可预测的 然后长线思维的话 如果你去看它基本面的话 不管它怎么折腾 那你说这个股票它可能硬跌 硬跌个几年 它可能一天一两天 它就说出现什么重大利好 它一下就可以给你拉个几十倍 短时间内 这个今年电动车板块 这个就是这种故事特别多 那如果是你想着你买的 不是一个TICO 不是去里面就是lock短期的profit 而是你去当这个公司的股东 持有它的公司股份 把它当成一种asset的配置 这样的放着 可能心态会稍微好一点 不过这个都说起来容易了 其实就是这个 整个就是需要时间去修炼 我其实也还没有达到这种境界 那今年就是说 抓住了危机给的机遇的人 今年那种他们的钱赚的 可能比往年都多 这个我这几天到年底的时候吧 我不只听说一个人这么说 他们就是觉得2020年 就挺动荡的一年 但是呢 很多investor就是说 今年赚的都比往年多 那就抄体房子的 股市的 什么玩意的 反正都赚了不少 那你看就算你买这个 最保守的那个nodes structure nodes 这种就是类似于 fixed income的了 那种产品 fixed income跟股市挂钩的那种 一种金融产品 它在那个4月份的时候 出过一个 Citybank出过一个nodes 它就是把那个股市的涨幅 放大两倍的那种 growth nodes 那时候我们也用买 买完以后 现在一看都是涨了60%多 那其实它这种nodes 是不需要等到五年后到期的 你随时都会锁力败掉 所以我认为呢 美联储的政策和它现在推行的经济 经济刺激方案 它根本就不想这个市场跌下去 它就想把它把它拉起来 所以之后呢 我们比如说明年的话 投资应该更加乐观的 就是说积极的去参与这个市场 那年底的时候 那些券商都在进行 那个开户促销 你们可以看一下 就是尾部啊 Fostrade最近都在送这些股票 或者送那开户现金之类的 然后我自己开的这两个账户呢 我没有刮到什么特别值钱的股票 就刮到了一股未来 但是用我的link去开户的 有两个人都刮到了 那个apple的股票 还挺好的 那最近的弯曲房市也是继续火爆 根本没有slow down的迹象 这个导致我的数据 没有前几个月那么好看 前几个月因为市场不好嘛 在那个上半年的时候 所以有很多那个房 买房的deal啊 或者买价都低于list price 就导致我的数据特别好看 那市场特别火的时候 现在别说去砍价了或者什么的 你其实要去拿到一个房子 都不是那么容易 稍微好的一点的独立屋吧 现在的condo跟townhouse的行情呢 还没有怎么起来 也没怎么涨价 就稍微好拿一点 那独立屋的话 到年底的话 不但没有什么行情 而没有什么房源 有一个稍微好点的房子 都是抢的吓死人的那种 加价都是基本上高于市场价的 所以我现在的就是说 我今年 就是过去24个月 他买房的那个数据 现在是 只能低于original price 3.1 那其实最近的 那其实最近的话 拿独立屋的话是非常难 就是 基本上你就拍Peprogram 也不一定能拿到的那种 然后卖房的话 它的数据就会比较好 因为从3月份 从6月份到现在 整个房子的市场是往上走的 基本上你去卖房子的话 都是加价 加价卖出去 好 我今天想说的就这么多 就是一些 想到一些什么东西 就说一些 那你看到 就是我把我的联系方式列在这里了 然后还有我的微信 小红书 如果你喜欢的话 记得点那个视频下面的那个SUMUP的那个 如果我们展够了100个SUMUP的话 下一期我就会考虑开始讲讲我2021年的投资布局 感谢观看